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哈囉大家好我是心田 馬上就要過年啦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三套不同風格的過年初遊走春穿搭 那整體看起來好看又有自信的重點 除了有一個漂亮的穿搭之外 還要有一個有好感又很百搭的妝容 好感妝容的第一副就是妝潛如 這個妝潛如它超級無禮可愛的 它上面是美少人戰士喔 所以美戰控 真的是要收集期待不要錯過了 好 但是它的重點是呢 它非常的潤色 超級修飾肌膚的 我自己上完之後呢 都會非常滿意自己的膚色 它瞬間就可以提亮 我自己覺得呢 就其實像是膚況好的時候啊 或是有時候只想要淡妝的狀況下 我就只會用它 那它自己的本身的保濕效果也都很好 那擦完它之後呢 再上底妝我覺得也都很服貼 不會有什麼起屑的問題 而且持妝的效果我覺得都很好 像是如果早上出門 但可能大概頂多下午晚上 就是稍微鼻頭會有一點點出油 但我覺得都是很正常的 整體呢 也沒有什麼暗沉的問題 所以呢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款妝潛如 目前應該是榮跟我在專櫃之中 最喜歡的妝潛如 第二部呢 當然就是要有一個漂亮又無瑕的底妝 好的 你看這個包裝也是超級無敵可愛的 它也是美上一代式系列喔 限定的美戰包裝殼呢 合上就有隨手月亮的四種變身裝置 全台的資深堂東京專櫃都已經有在販售了喔 而且呢 它是融獲了台灣跟日本cosme的雙榜冠軍 是日系中呢 非常清透底妝的權威 上妝的速度呢 非常的快 只要輕拍在臉上就完成了 非常的適合趕時間 或者是化妝的懶人 或者是新手 上完之後呢 就會有這種高光的遮瑕感 不會覺得厚重 總是那種很清透的感覺 然後毛孔呢 也都被修飾了 我個人呢 也是非常的滿意這一盤的妝容 那它本身呢 是慕斯狀的質地 所以附著力很好 不會有什麼結塊的問題 所以很輕鬆呢 你就可以延展你的全臉 就拿我來講好了 我覺得它在修飾效果上啊 像是可能我的膚色暗沉啊 或者是有一些斑點 或是瑕疵 它的修飾狀況都很好 所以呢 就有一種好像很自然的裸肌 但是又很漂亮 而且它的持妝效果呢 也很好 就是一整天下來呢 妝容其實都可以維持得很完整 所以呢 我真的覺得 它非常的心機 不愧是心機彩妝 再來就是眼影 這一盤的話呢 就是上海日落菊 我覺得它的顏色呢 都非常的好看 重點是啊 因為它有這個 我覺得超貼心的 教學的板子 所以呢 其實你如果完全是新手 你不知道眼影要畫在什麼位置 跟用什麼顏色的話呢 其實你就可以照著它這個教學板來畫出這樣子的眼影 那它的粉質我覺得非常的細緻 光澤也都很漂亮 那這幾個顏色呢 我覺得都非常的百搭 那像有時候我可能想要淡妝啊 可能就用單色或是雙色簡單做一點堆疊 去創造出不同的妝容 又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最好就是口紅 那這一支呢 是夏威夷 天堂鳥 我覺得這一支的顏色呢 它就是非常的亮眼 而且擦起來有沒有 氣色超好 超自然的 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歡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顏色呢 也非常適合在春天來擦 搭配各式各樣的妝容都很OK 像是淡妝的話呢 就可以薄擦一層 而且啊 我覺得它非常的滋潤 你看像我的唇紋呢 它都修飾掉了 而且擦起來的感覺呢 就像在擦護唇膏一樣 超級舒服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要跟你們分享的 非常心機又自然好看的好感妝容 那這四樣呢 我個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歡 也很推薦給你們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穿搭分享 跟家人長輩走春 就是要滿滿的好氣色 我挑選白色休閒寬鬆的上衣 它也可以拉成蘋果的設計 讓休閒可愛的樣子 也多了一點點性感 搭配簡單的卡其褲 運動鞋就很方便踏青囉 同時保有可愛與成熟的感覺 眼影使用單色或雙色來畫一個淡妝 唇膏薄薄擦一層就可以提升氣色 那這款心機唇膏呢 非常的方便 質地很潤就像擦護唇膏一樣 所以也不用擔心補口紅時都要對著鏡子 隨手一塗就可以輕鬆完成囉 男朋友的最愛絕對是透明系的裸妝感與自然穿搭 問過身邊很多的男生朋友 都非常喜歡女朋友穿帽T 那種休閒可愛的樣子 所以則挑選一件好看的短板帽T 搭配簡單的短框或是短裙 以及運動鞋 就非常的自然大方又可愛 如果再綁個馬尾就更清新囉 彩妝的重點心機我會放在唇部 別擦兩層讓顏色更飽和更閃亮 打造一個嘟嘟唇 讓整體的氣色超級好 走春當然不忘跟好姐妹喝下午茶 拍美照還有逛街購物 跟姐妹出門妝容的精緻度絕對不能輸 尤其現在哪裡都要戴著口罩 所以精緻亮眼的眼妝就是心機關鍵 那我會加強眼妝的精緻度 讓眼影的珠光色打亮在眼頭啊臥殘等等 或者是將打底色打亮加強在鼻梁以及眉骨下方 可以讓妝容更立體哦 穿搭挑選超賢瘦又很時髦的米白色長靴 以及短褲還有米色的豹紋珍珠外套 整體的配色呢就很溫柔又好看 裡面穿搭的細肩帶就可以在拍照的時候 來個外套沒穿好的小性感 時尚的寬顏帽當然也是必備的配件咯 好以上呢就是跟你們分享的三套穿搭 還有這個心機又好看的好感妝容 謝謝你的收看我是星天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訂閱我開小鈴鐺 繼續支持我做影片哦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